一个女人面对无性婚姻,纠结郁闷,应该怎么办? 一个女人面对无性婚姻,好纠结,好郁闷,应该怎么办? 下面是一篇关于丈夫对自己妻子性冷淡的文章,一起来看看吧。 故事中的女人名叫雅丽,男人名叫浩天,她们两个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 刚开始的时候,雅丽对浩天没有太大的感觉。 浩天看雅丽对自己无动于衷,于是每天都会在雅丽放学的时候约她出去吃饭。 后来由于浩天穷追不舍,雅丽觉得这个男生对自己是真心的,终于答应了浩天做她的女朋友。 这下可把浩天高兴坏了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浩天更是百般的呵护着她,每天都会给雅丽制造一些浪漫的场景,总会为雅丽做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情,这让雅丽非常感动。 于是在两人大学毕业的时候,由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,然后他们就把两人谈对象的事情告诉了双方的父母。 当然,双方父母都是非常赞同的,毕竟两个孩子的阅历都是一样的,能够找到情投意合的人不容易。 于是双方父母就商量了一下,尽快让他们两个人把婚礼给办了,这让两个孩子心里非常开心。 于是没过多久,双方父母就给他们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。雅丽原本以为,婚后的生活肯定会让她幸福的,可是令雅丽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 其实雅丽是个比较保守的女人,当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,两个人之间就没有做过过分的事情,只是一些简单的拉拉手而已,甚至连接吻都没有尝试过。 当他们大喜的那个夜晚,两个人终于发生了性关系,可是好景不长。 相处的时间久了,雅丽突然觉得浩天对自己越来越冷淡,不像当初那样对自己了。 他们结婚了三年,雅丽才怀上了宝宝,这让雅丽很开心,她心想这下也有了孩子,浩天肯定不会对自己再冷淡了。 可是雅丽心里明白,浩天只要一有时间,就会去带自己的女儿,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,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,浩天把对她的爱全部都给了女儿,这让雅丽感觉到了羡慕,甚至有的时候她都会去嫉妒自己的女儿,可以得到一个男人的爱。 每当雅丽和老公参述这个观点的时候,浩天根本就不去理睬她,因为在浩天心里根本就对那方面不感兴趣。 即使雅丽有时候穿一些暴露性感的衣服时,浩天都会因此而发脾气,她觉得雅丽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更加的讨厌她, 穿而死自己离她越来越远,这让雅丽感觉到很伤心,尤其是当雅丽到了三十岁的时候,雅丽更是难以控制内心的想法,甚至于让雅丽想过出轨。 常说女人三十如狼,四十如虎,这话看来一点都不假。 有的时候雅丽都憋得很难受,可是自己的老公却对这方面没有兴趣,这让雅丽实在是没有办法。 可是女人都是性强烈的人,女人越是上了年纪,越是这方面需要强烈,时间久了,雅丽终于接受不了,就和她的老公提出了离婚,因为整天和一个性冷淡的男人在一起过日子,真的很煎熬。 所以女人们,当你们遇到这种性冷淡的男人时,你们都会怎么去解决呢?会选择默默忍受,还是会和我一样选择离婚呢?